比我想像中他能好的樣子還要再好一點 我覺得從蹦迪這個事兒能挖出這麼多的梗 我覺得還是不錯,挺不容易 我自己的感覺是王冕肯定是第一 然後下半場建國的表現略好於《湖南》 《湖南》把自己每一期的那些東西說完之後 都感覺特別的靠譜 我很喜歡他那個感覺 我真的是拼盡全力了 《湖南》 好鬥好戰的《湖南》 走到了最後 比上一季是前進了一點的 前進了一點 走到了第二輪 這一季的《湖南》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無論是舞台風格還是做人的個性 是 你準備的淘汰感言用上了 對 我真的一點不遺憾 《湖南》跟我們聊兩句 我剛才還裝模作樣地假裝 還看看第三是誰 其實我心裡已經有數了 我第二篇的稿子弱了點 但朋友們相信你 以你們對我的瞭解 我真的已經拼盡全力了 就我昨晚第一篇稿子 我改了大概60% 我真的是用盡全身解數 希望我這一季的作品和這一季的人格 沒有讓大家失望 謝謝大家 非常地好 是 我真的心滿意足 特別開心 然後沒有一點遺憾 真的是沒有一點遺憾 那讓我們一起恭喜 護盤獲得2020年度脫口秀演員 排行碼第三名恭喜 第一 來 護欖 護欖加油 我太坦然了 我就知道肯定是我是第三了 這個沒什麼 這是第二輪了 我真的盡力了 我覺得就是展示給大家說 我們尊重舞台 然後我們尊重表演 其實我覺得就夠了 忽兰的文本要求非常高 很难写 特别是对忽兰 这是第二轮的那个文本 我觉得他真的是 把想说的话都说尽了 忽兰其实是个好事 他的人生赢得太多了 偶尔受到一点小失败 其实我看忽兰 他接受了这个失败 第三名已经很厉害了 尤其是 其实比去年是进步了的 按照这个速度 下一季就是王建国了 那两位请同时来到舞台中央 一个在天 一个一米七 两位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 两位站在一起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的朋友王建国 最终的投票情况 他跟王远这个 我再接住了 今天算绝对接住了 建国演得真的不错 我觉得首先是体面 其次我觉得他甚至是有可能赢的 这两点 他演完之后 就是打心眼里配合 谢谢 恭喜国仔得到了133票 冠军就要见证了 折磨人了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老师此刻的想法 我觉得我行业明灯的名声 这一战直接洗刷掉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勉 最终的投票情况 我当时因为我唱完第二首歌之后 然后我看了现场效果 我会感觉可能 建国难了 然后我还跟不然说我说 我把场子给他压得点低了 我情感上我是 很希望建国能拿冠军 但是我理智上 我是觉得也许今天我会赢的 建国其实非常厉害这一轮 因为他确实接在王勉后面 非常难接 但他基本也是接住了 所以建国演完之后 我觉得还是可以跟王勉一战的 出我的票133 我大概愣了有半秒 我就知道 这个不是冠军票数 那肯定就是王勉 就已经想到了 王勉的第二段表演 是我认为本场的最佳 我觉得都有这个冠军的可能 把自己真实水平拿出来就够了 这就没听到吧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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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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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我真的太高兴了 我真的太高兴了 三集第二我去 真名就是不是巧合了是吧 三集第二就是第六嘛 哈哈哈哈 我送一个你喜欢的梗子 就是因为我就前三集 都表现的特别差 然后真的就是因为我除了这玩意说的话 啥也不会 我就觉得我没有不干这个我就饿死了嘛 然后我就想怎么办怎么办 终于还是大家 我讲的大家还是笑了嘛 就真的很开心就那些中担就都歇掉了 就真的差点疯了 还是得多一门手 反正就特别特别开心我太高兴了 真的太高兴了 我非常非常相信王建国的开心 因为王建国 你们不了解他的性格 他曾经私底下有一天半夜跟我说 李旦虽然这个可能性微虎其微 但是如果我夺冠了我会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前面的表现配不上一个冠军 很好 亚军适合你 谢谢大家 恭喜分散 谢谢 王建国一直给我的印象是 他比较佛系嘛 他不太就是说 这么强好胜啊 非要当冠军啊 但这次不管结果怎么样 他这个拼命的表现他最好的一面 这个事还给搞得我挺感动的 嗯 其实国仔今天总决赛的这两段 质量都很好 都非常精彩 他的进步就是他接受自己吧 就挺好的 三级亚军 哇帅啊 啊 这个咱这 可以了 求人得人 韩和米亚乃冠军时刻 让我们恭喜王棉成为本年度脱口秀大会的冠军 哇 哇 好的 刚刚在中间那个搞笑的颁奖礼上 腾哥没有颁过奖 我们接下来请所有给校园上台 请腾哥为王勉颁发冠军奖杯 哎 王勉被免了 来 来吧 先颁奖吧 恭喜恭喜恭喜 哈哈 有点累 哈哈 看得有点累了 是真沉啊 这个 是吧 货真价实的一个冠军奖杯 那王勉 恭喜啊 谢谢老师 拿到我们几个冠军 聊两句吧 嗯 这是我第三次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我第一季的时候是作为开场曲 然后第二季的时候作为片尾曲 但是 但是 今年是我第一次作为选手 然后站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我不是那种横空出世的选手 我是跟着这个舞台一起成长 然后所有人看到我就是 这个舞台逼着我成长 所以今天是 就是丰收的感觉非常非常爽 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 然后因为这种形式嘛 音乐特国秀这种形式 其实一直存在 国外一直有 但是因为国内很少有人做 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 就是尝试用这种形式 去讲特国秀 然后当然我也相信就是 即便更多人讲也未必能超过我 谢谢 我是王勉 就是刚才王勉在唱歌的时候 有几个女孩居然是这么看她的 我惊了 我没有见过一个说笑话的人 也跟看偶像一样的看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功 然后我希望每一个脱口秀的人 都能够得到观众最该有的支持 我对自己鼓励 我对自己的表现特别满意 因为我拿出的所有作品都是 我认为我能呈现最好的作品 然后我都呈现了我最好的状态 这一集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没什么想法 也没想到能走到哪儿 哪儿哪儿什么公司 大家也不太知道 我一个人到底能走多远 所以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厚望 王勉是神 我觉得这四个字 就是我对他的评价 如果中国的脱口秀 能向国外再输出什么 可能就是王勉 因为我很清楚 这个形式它是成立的 也是存在的 只是现在中国 目前市场上没有人做 恰恰我可以 然后我又喜欢 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个 第一人的位置占上 结束了结束了 我的朋友啊 大家都在身边 结局就是好的 就是我在这一集节目里 收获了特别特别多的爱 大家都在向我散发着善意 所以我真的是想感谢 所有所有人 那我们也恭喜王勉 来 郭老师 帮我们 帮我们今年猪口秀大会 做一个总结成词 我想跟今年的冠军 表示一下我的歉意 因为第一场王勉表演的时候 你们可能记得 因为我并不适应这种 边弹唱 呃 边边边说脱口秀的方式 所以我 由于无知 哈哈哈 随便您先问 然后这一路走过来 然后通过我个人 各种勤奋和努力 终于在他的配合之下 洗刷了行业明灯的这个说法 哈哈哈 带农姐说两句 给大家预造一些好玩的事 啊 是啊 我们今年呢 一年两个大会嘛 今年的吐槽大会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版 也希望大家期待 这些脱口血缘 之后的精彩表现 然后我们在跨年的时候呢 会做一个反跨年 这叫滚蛋吧2020 因为 因为我太想说这句话了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跨年 希望大家到处看 然后呢 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效果小程序 欢迎大家来线下